我 陈正剑 带着大家伙 清点一下战利品 是 好 大家清点战利品 来 好 来 交到一起 来 带着大家伙 快点 拿刺刀子 怎么样 您知道吗 自信满满 你认为是日本的运输车辆 可现在接到什么了 什么都没接着 还浪费了咱们那么多弹药 来 来 来 当初我说是鬼子运输队的时候 你不也跟打了鸡血似的表述赞同吗 可我当时 你什么呀 现在什么都没捞着 你倒怪气我来了 再说了 那不是打死那么多小鬼子吗 咱也没怎么白跑一趟 还有啊 还有啊 那鬼子要不出动装甲车的话 那只野生男能跑吗 早知道只野生男在 死活也不能让他跑了 我这么想 你说鬼子出动一装甲车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观察团吧 这还用想吗 装甲车出动 那肯定是一个来头不小的大人 神啊 看起来 两半的那个 两半的 这个 我看起来 这倒好 对啊 做工这么精细还这么快 跟别的刀不一样啊 对啊 别看了 再看拔不出来啊 我看也没啥吧 我们就在站场上 随便捡了把刀 你损了 你损了 这有啥 你不要要摸摸 好 来 营长 营长 铁头小会的一件宝贝 走走走 看看 这有啥 你不要要摸摸 好 还手啊 营长 来啊 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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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了把好刀 这刀太快了 这铜箱一刀就劈两半了 是啊是啊 好厉害 是啊 这刀来头可不小啊 看到了吗 这排小子 天皇御赐的军刀 这是日本天皇的刀 天皇御赐 真是叶子 佩戴这把刀的人 起码是个中将军衔 中将军衔 那 那咱们今天是不是漏了一条大鱼啊 肯定啊 知道吗 在日本军官学校 成绩在前六名的人 天皇才会刺他这把军刀 拿到这把刀的人 会把它看作比自己生命还重要 好刀 是吗 这刀看起来细细长长的 这要到了战场上 肯定没咱那大刀片子好用啊 是 再快一碰大刀片子 也折了屁丫子 知道吗 日本人讲究的五十道精神 就在这儿体下来 军人 是军刀为荣誉和生命 特别这是天皇御赐的军刀 更得宝贵得不得了啊 有这么邪乎吗 老师 你没事吧 西野局 今天早已敌人附近 你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你的骑兵侦察队如此疏忽 竟然 让敌人把大炮搬到我们眼皮子底下 这是对你的极大羞辱 是 你学生侦察不力 我会负全部责任 马上侦察出这支部队的番号 将其一举歼灭 以往回帝国的颜面 是 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军刀呢 军刀 这可是 日本天皇亲自的军刀啊 比我的神秘都重要 如今 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 我受此羞辱 如何苟活一世 去面对天皇 老师 请你冷静 老师 不要拦我 我要胖腹谢罪 老师 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起因 请您不要冲突 报告 长官 已经查到附近我军的部队发号 说 是白禄军独立旅直属抛兵营 什么 又是他 我 养手 又喝 这日本天皇的军刀确实好使啊 这切土豆一点都不费事 来来来来 我也试试 用糟劲了吧 你说 这日本天皇 如果要看你知道了 咱们拿他的军刀切土豆 那什么样 那什么样 吐血呗 吐清了 报告 进来 银长 有老乡送了封信 说让您亲自拆 好 你忙一下 坐 老爷 什么事啊 谁的信 直野盛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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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你写什么信啊 说要请我去喝茶 什么意思想我了 这可太奇怪了 两军对垒 请你去喝茶 车里面一定有画画上 我觉得这是鸿门宴 不会吧 两军对垒呢 他设计一个红门宴 让我去喝茶 玩儿把我给逮住 这职业盛楠 不会这么傻吧 我估计 跟这把军刀有关联 你说他冲着这把刀来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刀啊 这是日本天皇御刺的军刀 用这把刀的人 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人 没错 你说过 使这把刀的人 至少是中将 有道理 肯定是中这把刀来的 要这么说的话 那咱得去呀 这茶必须得喝呀 直野军 你确实有把握 要回军刀吗 您放心 我一定要回您的军刀 据我所知 老师 白鲁军 是一支装备很差的部队 可是 今天这支部队 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绝非等先之辈 直野军 你确认你的情报无误吗 老师 您所言即使 八路军缺量少弹 是中国军队中 装备最差的一支 其装备 还不如国民党军队中的一等部队 我和这支部队多次交手 都屡次让他们逃脱 他们的营长杨志华 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中国人 另外 我还得到情报 国民党炮兵指挥官杜清明 就在这支炮兵队任教 这两个人 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 都不是等先之辈 杨志华这个名字很熟悉啊 在大本营的时候 板渊大将曾经提到过他 上次王家勾 让杨志华侥幸透透 这是我的失误 今日遇行 是学生挣扎不力 老师放心 我会尽快完回损失 直野军 你也不要过于自责 我相信你的能力 杨志华 杨志华 这个人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 我想在中国的战场上 他没有人是直野军的对手 我军在山西长驱直入 大获全胜 已成定局 仅凭这一支土八路 很难扭转乾坤 他们是持情妄想 不管是八路军 还是国民党 直野军 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们全部歼灭 请老师放心 我会不顾一切 打破杨志华和杜志明的联盟 你知道去回直野生南 有多危险吗 不是 这不是刀在咱们手上的吗 那也不行 你不能去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这话说得有道理 刀在咱们手上 咱怕什么 我说你慢点 你别给弄坏了 这刀对咱们来说是宝贝 既然定了 你去见直野生南 我必须在 你去干什么呀 那信上也没写请你 那我不管 只要见他 我必须在 不是 你在干吗呀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不对劲 你想干吗呀 我能想干什么呀 这么危险 我得保护你呀 说吧 明天什么时候去 那要这么说 明儿早上八点呗 咱八点去 行 那就这么定 我先回了 八点出发 好 明天的见面 准备得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明天我会和杨志华亲自见面 这把刀 是关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誉 和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拿回我的宝刀 这件事 不能出任何差错 秦老师放心 一切交给我 哲俊 你是我最器重的学生 我全拜托你了 师父 刚本让大罗军给伏击了 你说什么 这是你支部队干的 胆子可真大呀 不会是秦云和杨志华这么干的吧 您还真猜对了 就是他 我听说啊 之前啊 他们把鬼子当成了运输队了 两个儿愣子 胡打一气 还捞到了一条大鱼 不过呀 这样挺好 这就算杜清明立了一大功 马上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宗志卉 但是 一定要强调 是杜清明起的决定性作用 知道了 傻子 还有傻夫妻 好 叔叔 刚本阁下那边 我们该怎么交代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你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因为我们消灭敌人 才能更好地构建 到东亚贡荣去 叔叔的意思是 我们不跟杨志华见面了 见 刚本老是不顾一切要回他的宝刀 我是不顾一切 要杨志华的命 喂 进城 我知道了 走 走 爸 不如杜晓文跟咱一块儿来了 咱没带他呢 带他来干什么呀 咱的目的啊 是跟职业盛南谈判 把炮弹和炮给换出来 他是想杀职业盛南 那职业盛南老奸巨猾 说啥也能杀了吗 我怕呀 带他来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行动肯定被破坏了 是啊 那可不 奇怪啊 这茶楼捉鬼咋 连一个可疑人都没有啊 鬼子真请咱喝茶呀 我也奇怪呢 这么静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也没准 小鬼子丢这把军刀啊 那不是普通的东西 没准他们这回真老老实实的 想跟咱们换刀呢 那咱是进去不进去啊 着什么急啊 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嘛 再观察观察 还观察呀 腿都观察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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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